刘文熙先生 他被很多人 称为 大师 人物画大师 他是画西画的 纯粹的西画 我认为 他只是普通的画角 有大师差别 还有很大的距离 刘文熙 他画的是纯粹的写实 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元素 这种纯粹的写实 纯粹的写实 没有意义的 基本上没有意义 因为什么呢 因为西方 他这种纯粹的写实 已经登峰造极了 你只能在后面 一步一驱 这是第一 有人会说 徐北红也是纯粹写实 那为什么能成为大师呢 不对 徐北红不是纯粹的写实 他还借鉴了西方很多牛派的 比如说印象派 徐北红的那些什么月下吹销之类的话 都是带于印象主义射程 刘文熙是纯粹的写实 纯粹的写实 是没有意义的 原因我刚才讲了 第二点就是刘文熙 他总是带着某种目的去画画 是非常功利的 所以他底下的那些人物 有点像道具 没情感 也没表现出他的灵气与才气 是吧 你看画人物画的还一个王 王武 王子武 那王子武的就比他画的有才气多了 有个性多了 他画的是什么 是人物标本 怎么一个纯粹写实的 画人物标本的人 居然成了大师呢 这就说明中国有很多美盲 在美神美方面是个瞎子 如此而已 我学过来试病 用来试病